請問賴仙德先生 作為台大的校友 你對當年卡管案 還有林志堅的論文抄襲案 你對民進黨這樣幹 你的評語是什麼 你也同意這樣做嗎 在那段時間我沒有聽過 你有講這麼一句話 作為醫師 高端疫苗 你真的同意嗎 別人我不會怪他 我會問你 因為你是醫生 為了高端疫苗 黨BNT 你同意嗎 高端疫苗要封存30年的採購合約 你同意嗎 當時提供給立委審閱的重要項目 全部塗黑 這就是民進黨的公開透明嗎 我會問侯市長 一個問題我在內心很久了 其實黃國昌公布他們家的賴皮疙控照圖 其實新北市政府早就有了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 你是要仰岸 還是你們就是互相靠 我想不通 第一個 我不接受柯主席稱我們家的房子 是用那樣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不禮貌 一般的民眾就算了 你是黨主席總統候選人 你不應該帶頭做這種惡意的示範 第二個身為台大的校友 我當然關心台大的學術自由 關心台大的發展 你只注意到管教授的這個案件 但是你沒有去注意到 其實一開始有聲音的是來自台大的校園 而且他能夠擔任校長 也是在我擔任院長的時間內核定 這個你應該通通都應該要清楚 我對論文抄襲的態度一向嚴謹 這個在論文我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我已經做出嚴正的財事 你如果認為高端有問題 你是醫師啊 你可以提出到底問題在哪裡 移送檢方去辦 就我所知道目前 各地方檢舉的62個案子 檢調單位都已經查明完畢 並沒有任何弊端出現 你如果還有進一步的證據 我鼓勵你不要停止 待會離開的時候 就馬上去地檢署案件控告 另外合約的部分 我贊成應該要公開 為什麼 因為高端他們的價格已經公佈了 立法院也已經調閱過 監察院也已經審議過了 所以這個時候把這個合約公開 我認為人民有知道的權利 而且也可以避免不斷的惡意的攻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另外何市長我要跟你說明 我2014年去上海 我講的是什麼 我說希望能夠透過交流 增進彼此的了解 理解諒解和解 用交流取代對抗 對話取代對抗 交流取代唯獨 我沒有提到任何親中愛台這樣的理念 我簡單跟你說明 我希望你未來不要再以而創而 其實類似像卡管案 最重要是政府干涉了 學校的學士自由 這是很不應該的 搞現在大家對這個事都耿耿以外 說到這不是學士自由 你防海以外 你也成立處轉會 你還記得我第一次出來選舉的時候 處轉會變東場 每天把我抹黑 還要訂什麼除國法 針對我來 還說一句現在不操作等何時 還說到這 你的NCC 哇 聽你的證台 不聽你的各位露台 完全掌控了 所有的新聞自由 這就是你們的態度嘛 今天 不是這樣 把我的黨產 都用轉型正義附下 我不反對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但是 未來 我承諾 我動算 我黨產歸零 徹底解決 黨產的問題 要不照對 你如果說我有問題 讓你懷疑 我沒辦法 我一定 沒辦法解釋 我告訴我清楚 或是我們立起來不定 或是我們有社會 我們自己面對 就要面對嘛 不是你卡管你不對 你就要出來告訴我清楚 你我在那裡想來想去 這就是我想 沒辦法看不見 尤其你說 欸 六十三驚高端 欸 放耶 還是說扮完啊 你去問人民 高端扮完了嗎 是你們包庇的還是怎麼樣 我不好意思說啦 但是人民都有問題啊 你封存三十年 現在就好做了 還有當時 不用等到你 你如果三不住 我來封存比較快 我來開 打不太快 不用等到你現在做副總統 你現在做副總統 你現在做副總統就讓 欸解密啊 你現在做副總統 你有希望啦啦 沒有我當中總統 我是解密 是解釋 我來處理 - 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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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零